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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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手段让它现了原型 根据以晚安检的经验 对比茶叶的成像状态 民警发觉这些茶叶包装的物品 并不单单是茶叶这么简单 而且在对茶叶外包装进行检查时 民警有了更大的发现 在茶叶边上发现了一些少许的白色粉末状的物品 我们都在现场使用四肢对白色粉末状的东西进行了检查 发现可能是冰毒疑似物 警方在掌握这一线索后 立即通过技术手段对收集建人进行侦查 通过调查发现 该收建人长期收到从重庆邮寄的类似包裹 每月两三次已持续数 侦查员推测 此案毒品数量巨大 上加下加牵涉人员众多 所以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专案组经过仔细研判 决定先将邮包发往吉林 同时专案组民警同基地达到吉林 争取将这个利用快递运输贩卖毒品的团伙 一网打尽 到了吉林之后 我们与吉林警方沟通联系 发现收获 网某的嫌疑人 原来这个网某也是吉林警方 最近正在关注的嫌疑人 通过吉林警方提供的资料 专案组确定了在重庆邮寄包裹的 是重庆江北区人李某 专案组通过侦查发现 李某毒品来源渠道 系重庆市河川区 一名叫小李三的男子 经过侦查 明确小李三的真实姓名为李某港 该人为河川贩毒同伙重要成员 经侦查发现 该团伙投目为周某 重庆市河川区人 该人长期混迹于云南省德宏州的 中缅边境一带 从事贩卖大宗毒品 掌握这一情况后 警方勾勒出 案件人物关系 现在的犯罪分子是越来越狡猾了 他们以为把毒品零星地 伪装到茶叶当中 写个假的技价人 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就能逃脱警方的监管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现在警方已经掌握到了 这个以河川为据点的 网络贩毒组织 不过案件发展到这里呢 还有几个关键的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贩毒团伙的头目 到底是在哪儿买的毒品 他的上家又是谁 又是谁帮他把毒品 运回到重庆的呢 接下来一张大网已经是张开了 准备将这一贩毒团伙 一网打尽 全面出击 境外毒枭 一网打尽 前面我们说到 重庆市公安局 接到货运公司报警 称在一箱茶叶的快递中 发现了白色粉末状的毒品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个用快递售卖毒品的贩毒团伙 是以河川级男子周某为核心 购买运输大量毒品回重庆 进行大肆销售 具有较多的分销下家 分销速度极换 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随即专案组对周某进行了补控 在警方的监控下 我们发现周某没有固定工作 平时身去检出 也很少与人接触 不是在家 就是出门吃饭 行为轨迹十分简单 所作所为和毒贩 好像一点关系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 也会露出尾巴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了周某 一个特殊的爱好 在他的生活规矩 日常习惯中发现 他日常开支极大 还严重十多 每次输印都过完 原来周某喜欢在手机上进行 但是排运不佳 输多胜少 而且一次就要输掉万元以上 对于这样的工作的人来说 这样的开销显然是不正常的 警方还通过周某的银行流水发现 短短几日 周某输掉的钱就有进 果不其然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周某 在今年2月再次开始活跃起来 他先是将自己的一辆 奥迪Q5SUV车辆作为抵押 贷款30万元 然后他的马载陆续通过银行 相机转账近30余万 而且通过对周某电话通话记录的监控 发现其近期频繁地 与云南的电话号码联系 我们感觉到周某将会有大动作 随着我们排院在河川 一直进行周某的动向 就发现了周某 招募了一名新的马载 罗某 这名新的马载 外号叫罗三 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平时以跑长途为主要收入来源 2月10号左右 周某与罗某见面 周某与罗某会面商议 运输贩卖毒品的细节 商谈以每公斤毒品9万元的报酬 让罗某到云南帮他购买 并运输回重庆 在他们电话沟通中 警方终于掌握到周某毒品来源 来自缅甸的上家茂茂 而且得知周某这一次 一共要购买15公斤的毒品 经过初步的规矩分析 罗某驾驶大货车是准备 前往云南瑞丽边境 罗某驾驶的大货车 从河川出发后 一路往西南方向行驶 途经宜宾 昭通 昆明 最终进入云南省德宏州瑞丽 在跟踪罗某的过程中 民警们发现 大货车与正常拉货的大货车 行驶特点有很大的不同 其他货车司机都是快马加鞭 向着罚子要节约时间 快去快回 多拉点 多挣点钱 而罗某不一样 一路上走走停停 遇见服务区就进去休息 不紧不慢 像是自家 2月20号晚上7点左右 罗某驾驶的大货车 锐利境内 到了锐利以后 后来又更改了交易点点 大概在10点钟前后 应该是他们事先 精心挑选的一个交易环境 都是在这个锐利的工业园区 环境相当的黑暗 罗某和茂某交易的 一寨两国工业园区 距离锐利市区约10余公里 他们之所以选择这里交易 就是看中了这里宽阔的地理位置 以及靠近边境线 容易逃脱的特点 他们在交易前 排了有15台摩托车 来不停地穿插探路 罗某驾驶的大货车 一直停靠在这条主干道上 此时细心的民警发现 在货车周围有一些人 也在注视着这辆大货车 发现这些黑影 就是茂某的马仔 他们也是躲避在暗处 看是否有警察会交易放风 缅甸的毒贩并没有一次 把罗某需要的15公斤毒品 都带到现场 而是分别于10点11点左右两次 把毒品交付给罗某 整个交易过程 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那种环境 如果我们当时在中心现场 展开抓捕的话 第一 光线非常会暗 第二 靠近跪进线 第三 它的往风的人能够多 第四就是说 罗某很可能抓捕失败 在它的人员分散逃跑和毒品 常理了过后 都不理由我们的后期的估计 所以现场指挥部临时 就改变了我们 最先准备打交易的策略 就说让他们交易结束后 分开走 分开走以后 我们对一下分别控制 分别抓捕 完成交易后的罗某 静止驾驶着他的火车 来到了瑞丽市顺空国际物流城 此时监控的时间刚好是11点43分 并且悠哉悠哉地去缴纳了停车费 此后罗某一直待在他的驾驶室 没有下车 二个月凌晨3点30分左右 专案组成员安排了一辆越野车 在罗某的大货车前驶过 试探了一下罗某是否睡着 在确认其睡着后 专案组成员迅速将其车辆控制 打开车门 控制住了此次负责运输毒品的嫌犯罗某 中的罗某还没有回过神就被警察控制了 警方立即对大货车的驾驶室 进行了全面的搜查 面对警察的询问 罗某显得比较配合 交代出了毒品藏匿的位置 你躲上个窗过去 那边都是躲在背后那个窗来 拉开 低下的点击一下 什么名字 名字 都是这边那个上线的 这边 这边 这边那个 对吧 不是那边 对吧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他们手头是带的差距 结果是冰毒 是哪个的 东西是合成走样的 走样的是不是 好多钱买的 冲一下是老的五十四万嘛 五十四万到五十五万了的 都是独生两百 上家家子名字 独生村来的 来的上面是吧 嗯 一个缅甸人家子名字我不晓得 在顺通物流员的警察 已经控制住了负责买毒和运输的罗某 专案组的另一波人马也同时行动 对于卖毒的缅甸籍男子冒某也展开了抓捕 为了防止负责逃脱 警方在其居住的房屋四周都安排了警力 是 民警进屋后 第一时间将犯罪嫌疑人冒某控制住 并且在冒某的房间内查获了 大量现金 名表等物品 而且在某某睡觉的 发现海洛一种 一种俗称跑盒的新鲜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什么 跑盒 这种新鲜的毒品 这种新鲜的毒品 能很快刺激吸毒者的大脑 形成快感 同时他的智力 风就会四处飘散 会给取证带来不小的难度 在控制住某某后 警方立即对在 租住在附近的其马仔绝某 以及温某抓获 同时通过对某某的审讯 以及前妻掌握的情况 警方了解到 某某并非是缅甸毒品的第一货人 而他也是从另外几名缅甸人手里购买毒品 然后转卖给重庆的罗某 参与贩卖毒品的缅甸籍男子 还有三人 全是你拿着给老板的 从那个毒口那天我们出发的时候 我就给老板删上了 全部 我两包包我就提了 也就是说56万都在他身上了 是不是 冒某口中的老板才是这次抓捕的重点 当天晚上他们取得赌资后 在一24小时的快餐店将赃款进行了分配 21号上午11时左右 缅甸籍犯罪嫌疑人澳某 吴某以及一名马仔相约在饮吃饭 专案组成员伺机而动 将三人一并抓获 警方现在控制住的奥某 才是这条毒品贩卖线的源头 是供货的大老板 由于奥某完全不会中文 专案组立即对吴某进行突审 同时专案组在吴某 尾箱内再次泡河 经过12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供查获冰毒15公斤 砲盒370余克 毒资45万余元 抓捕毒贩 人赃巨货 警方在瑞丽的行动 可以说是大获成功 破获了以奥某为首的 境外贩毒组织 并且缴获了冰毒15公斤 一种新型的毒品 砲盒370余克 毒资45万元 在联合专案组 在缅甸抓获犯罪嫌人的同时 按照预定计划 另外一组专案组成员 也准备在重庆的河川 同时收网了 实施对周某的抓捕工作 这个周某对于警方的布控 全然不绝 反倒显得十分的轻松 还时常开着自己的奥迪车 在河川的街头是四处闲逛 这个时候的他并不知道 他已经被警方布下的 天罗地网牢牢地困住了 十二小时不眠不休 终将冥甸毒枭 全部抓捕归案 欣喜如法的缉毒警 外买单里找线索 跟守十八小时 钓鱼城下情毒枭 全城掀起禁毒风暴 帮助他们截肚 帮助他们重新 着任重新回到彩会 海远说法为您讲述 代毒的快递 2019年2月19号 专案组成员赶赴在河川城区 对周某实施了监控 只等云南那边一收网 这边就同时开展抓捕 到了晚上大概七八年钟的时候 终于等到周某从屋头出来了 出来过后他上了他那个 上了个SUV车 过后他都一直往外头 到河川城里来开 我们一直假设罗某管理车辆的方面跟踪他 周某驾驶着自己的奥迪车辆 在河川城区来回的绕圈 或许是有所警觉 或许是为了时刻 与前往云南运毒的罗某联系 快到九点的时候 周某来到一个饭店 独自享用了一顿大餐 然后他又开着车到了一个洗浴中心 快到十点钟才从洗浴中心出来 最后驾车到了一个住宅小区 这个住宅小区 之前并未进入警方的视线 也不是周某经常出入的地方 周某一下子消失了 周某从朋友家出来后 静止前往了附近的一个酒店 并且开了房间 进屋以后就一直在里面休息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一名年轻的女性驾车 也来到了酒店楼下 她通过电话把周某叫了出来 两人一前一后 分别驾驶两辆车 再次回到了之前 周某停留过的小区 我在小区的外头 又等到可能等到十个多小时 十个多小时 终于云南那边传了消息 他们都是周某的商家 被我们民警成功抓获了 这时候我们都可以 对周某进行抓捕 由于周某现在所在的小区 是其临时受朋友之邀去的 之前不在警方掌握的线索内 诺大一个小区 根本不知道周某藏身何处 现在行动犹如大海捞针 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 惊动了周某 正当民警们一冲莫展的时候 一个外卖小哥 突然出现在了警方的室内 点了很多配套外卖 我们都怀疑 是不是都是那个 周某点的一个杂欧参斗 果不其然 民警们在对外卖收件人电话 进行比对的时候发现 这个竟然就是嫌疑人 周某的一个电话 专案组立即决定顺藤摸瓜 通过送外卖的契机 进入到周某等人所在的房间 将其抓获 周某点 艋彋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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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房间内一共抓获了 周某在内的共四名 通过茶几上的器皿可以看出 这些人刚刚才经历了一场毒趴 所有人还处于一个神志不清的状态 同时在房间内还搜查出了多种用于吸毒的工具 以及管制刀具和信号屏蔽器 周某的落网让这个贩毒团伙的组织架构更加明朗 缅甸籍毒贩奥某和吴某为直接供货人 茂某及其马仔为二级分销商 河川籍男子周某为三级分销商 周某拿到毒品后再分销给黎某港 并且通过黎某港分销给黎某军 一共五层的贩毒团伙也清晰地展现在办案民警面前 而且民警们也意识到 通过这个贩毒团伙流出的毒品数量巨大 除了将现在发现的毒品缴获以外 他们还决定继续深挖 把之前在周某处购买毒品的下家 一一抓捕归案 还社会情景 通过周某的那个贩毒网络 把他的周某下家黎某某也在重新落网抓捕 此处的黎某就是该案最开始 往吉林邮寄包裹的毒贩 在云南抓捕行动的同时 重庆警方也一直对黎某进行了监控 去打群吸毒人员 在他那时候在他手里购买毒品 黎某都以零星贩毒的形式 将毒品分成小包子 来贩卖给下头的吸毒人员 他就是相当于在这个贩毒层级里面 算是最低层的一个贩毒人员了 在对黎某的调查中我们发现 他有个做笔记的习惯 他虽然都是零点几克 一两克这样的零包销售 但是他每一笔销售都记录在 他的一个本子上 虽然黎某每一笔交易只有 两百元 三百元 但他每个月的流水可以达到十余万 可想而知 从黎某处卖出的毒品 数量之庞大 通过黎某的这个记账本 根据上面的贩卖记录 崇敬警方全面行动 抓获了一大批吸毒人员 对于这些吸毒人员 也采取了戒毒的形式 行政处罚的形式 帮助他们摆脱毒品的控制 重新做人 重新回到社会 从最顶层的缅甸毒销 到最底层的吸毒人员 此次重庆警方打掉的 这个贩毒团伙 层击众多 分工明确 涉案人员众多 这个团伙的覆灭 有效地打击了 隐藏在我们周围的社会毒瘤 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 虽然警方对禁毒 一直是高压态势 零容忍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因为好奇 涂新鲜 吸上了第一口毒品 还是有些人会铤而走险 去贩毒 去运毒 所谓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无论这些毒贩 怎么变化着花样 耍着新的手段 终究还是逃脱不了 警方的抓捕 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不管是贩毒还是吸毒 哪怕就一次 就已经把自己的前途 断送在了自己的手上 毁掉了一切属于自己美好的东西 远离毒品 真爱生命 这已经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了 而是需要我们都行动起来的号召 放弃毒品 让未来更美好 不要只贪图一时的快感 而丧失了原本属于你的幸福生活 禁毒是每一个公民 都应该尽的责任 让我们一起守护好 我们美好的家园 让毒品远离我们的生活 好了 这里是判案说法 我是吴婷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吴婷